1987年4月11号 我国女子网球选手王思廷 在亚洲青少年网球赛中 击败菲律宾女将拉菲尔 赢得单打冠军 我认为 底线抽球比她好 比她稳 中华民国网球协会 副理事长李玉祥 颁给她冠军银盘 以及五万元的奖学金 王思廷是我国女子网球的 指标性人物 她的世界排名最高达到 第26名 1990年4月11号 在五艘托船的导引之下 印尼籍船只 驶进了高雄的永安港 随即进行天然气卸载 是台湾能源史上 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我国自产的 天然气数量有限 从印尼引进后 将可以补足需求 降低燃煤发电的比例 改善空污问题 华世新闻谢亮宇 潘建任整理报道